老婆的PR公司和我們KOL 或者社交媒體 其實香港我覺得遠遠地落後於中國內地和台灣 也不是那個課理 當然是說你浪費了觀眾的時間 經常都被人說 你是KOL或者你自認KOL 甚至我和一些公關公司 或者做PR或EVA公司都有交流過 他們找回自己的職員出來 我覺得是很嚴重的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我們有一個新話題跟大家說說 節目已經想了幾個了 略循循循循循循循拍攝 但是一個比較新鮮熱賴的就是這個 沒錯,我們上個星期都很開心很榮幸 我們上次的朋友仔 德哥和Mokka都能夠 可以說排除萬難 等了其實足足是兩天的 然後之前有很多溝通 交流 準備問題 改 互相聯絡 其實都沿用了很多時間 我們看到WhatsApp都發揮過這麼久 但是呢 終於都 黃天不庫有新聞 因為德哥和Mokka真是大學老師的 真是忠實的粉絲 和大家一樣 終於訪問到他 我們都很榮幸 差不多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唯一 可能好像是唯一 或者是 only two only three 的媒體 我們可以 或者是網上媒體 我們可以訪問到 即是親身訪問大學老師 那麼 那個報道和訪問 大家都有讚賞 我也覺得很精彩 很專業的 雖然 兩位的主持 其實他們正職 就不是做這件事 玩具 無形 但是起碼他們問的問題 我覺得很make sense 和有意思 很多知卿都有回歸 那麼多謝大家 那麼 講到這個了 海洋公園這個大學園邦展覽 的訪問 那這個展覽還未完 順勢就變了可以幫到手 叫做一點點 啊 宣傳也好 那麼 當然 在我們媒體的 裡面 我們的話題裡面 就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其實 私底下有啦 公開也有啦 那麼我自己就 沒有在當中 因為我 一來我 一講到高達 我不是不認識 但是我真的不夠兩位熟 所以沒有參與 事實上那段時間 都不太方便去做這個訪問 那麼 又有這麼好的人選 那當然 當然是找他們上 好多謝兩位 Walker和德國 就是令到ToysTV 有一個好好的訪問 那麼 但是呢 事後或者事前呢 其實我們自己都 嗯 經驗不到一些情況 但是 由於我真的不在 這件事裡面 而且也 就是作為一個專業的媒體 或者半專業都好 或者不專業都好 嗯 我覺得都 不適宜他這樣去評論 公開評論 但是為什麼我講這個話題呢 其實我想講另一件事 這個是普遍性的問題來的 就是這件事引起的 一些我一向都想講 或者其實可能間不足 都甚至出來 甚至我和一些公關公司 或者做PR 或Event公司 都有交流過的 但是呢 直至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還是需要努力去解決這個 情況 或者叫做改善這個情況 就是什麼呢 說明了 這個是純粹引大人來看 是非又不講的了 總之可能工這件事 我是不會提 亦都沒有資格講 亦都不是當中 所以沒有什麼可以講 但是就想講 PR Event公司 或者這樣說 是的 或是PR公司 和我們KOL 或者Social Media 我不要說我們 因為我經常都被人說 喂你是KOL 或者你自認KOL 很多這些聲音的 但是我們都習慣了 我們不怕 你隨便說吧 幫到大家 娛樂到大家 可能是我們的副作用 副功能 我們的主要功能 就是做我們想做的東西 話題活距 或者模型 各樣各樣 我們喜歡的東西 然後 令大家多了資訊 多了開心 就是這樣 我們當然不會減少再開心 雖然有時候都會有點辛苦 或者是勞動 但是呢 我們都會秉承著 我們自己要感染人 我們不可以不開心 我們不是當一個job來做 雖然也是一個job 好了 說回這裏 真是很詳細 我這節目 不能控制到十分鐘之內 相信 就是了 PR和KOL社交媒體的關係是怎樣呢 其實在香港 其實我覺得 遠遠地落後於中國內地和台灣 甚至外國都還是落後的 外國那邊的玩法呢 他們比較 open 或者叫freestyle 一些 就可能很多事可以發生的 他可以在一間大公司找一個大橋 找一個 QR 不關公司的 可以一個聯繩 搞一件宣傳 非常棒 因為粉絲說話 或者是粉絲的題材 其實很需要粉絲說話 所以其實 你找 譬如舉個例子 我直接說 香港鞋子寶 不 香港 外國鞋子寶 美國鞋子寶 Hespo Prowse 那裏 他們找回自己的職員出來 我覺得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呢 你找自己的職員出來 其實 他們不能退 如果有觀眾或者朋友 強烈要求 要你們這樣做 或者你們做那個 不是我們想要的 那你怎麼回答呢 即時你回答不了 又不是高層 高層也不會回答 高層當然會說 OK 我們會聽到我們做 其實整件事 沒有了交流 只有講字而已 那你們自己去發佈的會 那你有一種 Social Media Style 的方式去發佈 好像很互動 但是其實 你有你說 那你同一本宣傳發佈 會Practicons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那我覺得這個也不重要 只是變了種 好像叫做 叫做 叫做 流行一點的方式去交流 沒有問題 但是 重點是你把你的staff出來 那就大劑了 你的staff 其實根本就不是PR人員 也不是做Marketing 可能是有些當中 Brand Manager 或者PR 但是他 supposed 是做一個Social Media 這樣嗎 我想真的要值得相確的 但是公司 有時候是鞋子寶 其實有沒有必要 去找這些staff出來 其實真的做夾心餅 他們不需要聽英文 但我相信香港鞋子寶 有高層 聽到也不奇怪 聽到就聽一下 你和我發瘋也好 吸取到意見 我非常感謝 感激 但是呢 我真的覺得 不是一個最上上之賊的 找自己公司 同事出來去代言 那和你 一家公司的總裁又不一樣 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說得差一點 其實他們打份工 他幾乎有份job到呢 始終有些事情他不知道 或者有些事情力不道不為才 又或者說 我錯了 不是他部門範圍的 他又不方便說 其實就 說著那種很黑套的東西 起下 那怎麼辦呢 就是他們的歡呼聲 大聲在台下 那就是 我覺得 可以改善啦 可以改善啦 說得差一點 很多朋友說 就不夠放 這一次放些了 我明踩的了 鞋子埔那邊 不過我是踩美國那邊的 OK 那他們不懂 不懂聽廣東話的 是吧 好啦那這裡 踩一下這條小說了 鞋子埔這個case 其實說回香港的case 香港真的不及台灣及內地的發展 我覺得台灣相對很成熟 而且台灣的KOL的文化呢 跟香港是不同的 這裏我也都不敢說 因為我有很多是非的東西要說 我相信看開網紅 很多KOL 香港本地KOL 就是我們叫做 大陸那些網紅 好紅那些網紅那些 其實已經有很多是非的 我自己 不小心都看得到很多 那我也覺得 嗯 不想捲進去啦 我沒有資格捲進去啦 是不是呢 那我也沒有什麼身份 那 簡直說呢 又是不方便說啦 我又不是戴頭盔 也不是說不放啊 因為你都不在 你都不是那個學 不是在那個位 那你說什麼 有時候我見到一些 看到一些網上的片 或者一些評論 哇你都不是那一篇的 你就去說 我不是 當然我沒有資格 制止別人去說 或者叫做 評價別人說什麼 但是你作為觀眾 你看回 他都 也不是那個科 你就去說 你其實浪費了一些觀眾的時間 是吧 你就可能有一個很Hit的話題 那一陣子那隻玩具Hit 你明明不是做玩具的 因為我可能說 那你其實是賭like的 對吧 這裡我想有很多人借我 因為我試過講那個題材 都給很多人借我 其實這是我想的 說真的 因為我們就是 很多的互動 那你借我 有什麼所謂呢 對不對呢 你在網上 我其實都沒有東西 真的 所以呢 我真的沒有資格去講 不是一個身份去講 那我講回自己 由於就是這樣 那些很紅的網紅 就是差不多半公眾人物那些 他做其他題材 他又不夠熟 那他們極其力是引發一個話題性而已 其實大家都很明白 網紅他 他為什麼會 要做一條片呢 其實大家都很明白 我自己認為 他是想多些人看 就是這麼簡單 什麼題材他們都會做的 所以他們 沒有人有資格去限制做什麼 或者去批評 其實 我們自己做 我們叫做熟 就是叫做在行先 好不好聽 或者做得好不好 那就領計 但是呢 所以你找網紅來做一些玩具的題材 還是找一些玩玩具的朋友 我不要說專業了 因為我死得 我有一次說 我是專業評測 Toyce 3 都被人借 其實我認真說 我是 有心說的 其實我是想大家回響的 因為到時候我們太過小心 或者太過老實 或者太過 太過 好 因為我有朋友 好朋友 或者我們親人都說 喂你很悶 做了節目 那我死了 我太過 不可以學術技術法去講 其實可能有些人不喜歡聽 但是我知道 有些想知道多些的 師兄們 或者師姐們 都是想 看這些東西 就是叫做 玩的東西都要 懂得多些 不只是 好表面 或者叫做不同層次的玩法